大家好,我是阿辉 最近有粉丝朋友问我土豆怎么做才好吃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法特别的简单,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洗净的土豆先削去外皮 去皮后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均匀的厚片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改刀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青椒,改刀切成块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半个洋葱切成条 切好之后用手抖散开 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段大葱切成片 几粒大蒜切成蒜片 一块生姜,切成姜末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白糖提鲜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土豆也已经泡好了 我们用手轻轻的搓洗一下 吸去表面的淀粉 然后控干水分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开水 把土豆片下入锅中焯一下水 焯烫的时间不用太长 两分钟就可以 一直把土豆焯烫至有一点透明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捞出来放入凉水中过凉 让土豆片迅速的冷却下来 这样口感会更好吃 过凉之后控干水分倒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下手充分的翻拌均匀 让每一片土豆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多加入一些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把土豆片下入锅中炸一下 土豆片刚下入锅中以后不要翻动 先把土豆片炸至定型 等到土豆片外表定型之后再翻动翻动 让土豆片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把土豆片炸至金黄焦香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控油捞出 先放碗里面备用 接下来锅中留少许底油 油热以后下入洋葱翻炒 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把洋葱直接倒入盘中 接下来再利用锅中的油把切好的肉片翻炒一下 把五花肉炒香炒至变色 炒出多余的油脂 把五花肉炒至焦香以后 再把葱姜蒜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炒出香味 接着再把切好的辣椒倒入锅中 加入一勺皮线豆瓣酱 这时候转小火继续翻炒 炒出红油 接着把土豆片下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炒好后把料汁加进来 再次开大火翻炒均匀 让土豆片更加的入味好吃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直接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干锅土豆片就做好了 土豆这样做非常的好吃 有下饭 吃起来外焦里嫩真的是太香了 五花肉也非常的入味 土豆学会这样做 无论是过节还是招待客人 都非常的有面子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